现年54岁的郑佳颖 与32岁陈凯琳2018年8月结婚 一年情结极素诞下大子郑成岳Rafael 现在育有三个得意见 四年报三进度神速 现时陈凯琳成为Call 几乎各个交平台都见到她的踪影 会卖广告外 还不时在交往分享一家五口的天伦月 不过陈凯琳最近出芯片 竟见陈凯琳被老公郑佳颖整骨 要去后踢垃圾童子 最近潮流星拍抖音式短片 身为Call 陈凯琳当然亦不甘示弱 有交主送又有美妆 当少不了一家五口的生活 最近陈凯琳与郑佳颖抖音上 在一段恶搞断片 片段在陈凯琳家中拍 开始实践郑佳颖抱住 未满十个月大的戏子Carlos在饭 出镜并说 喂老婆小朋友时生好多也 五肯十啊 然后陈凯琳大叫 胆左取啦 而Carlos竟然瞬间爆喊 足戏 随后陈凯琳问老公 男男在哪 他在书画完 画得郑佳颖轻松说 你叫我胆左取呀吗 陈凯琳跑到后楼梯的垃圾桶翻找 郑佳颖在旁笑说 喂 无戏真戏呀 哈哈哈 虽然情节夸张 但网民似乎得好开心 而后楼梯竟然意外成为网民的讨论 点 有人觉得四九十年代 TVBG 还有人误以为是大门口 踩岔过农村的自建房 这楼梯间和九十年代TV比那些一模一样 感觉这个后楼梯好像拍恐怖电影那种 绝 确定是家里门口吗 明星家的门外这么普通 明星的门口这么暗 比几十万的乡村自建楼榻 啊 郑佳颖在2016年赤2349.5万元购入和文田浩田两个二房位 面积分别519 即571平方英尺 并将两个单位打通做成英尺豪宅 当时的设计以暮色为主调 曾招呼家人 公家新等好友到访 不过今年三月已发现家中不有变 原来一家五口已经搬去富士豪宅 还有户大花园 提供充足空间让三个男男成长 星岛头 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